好的那我们再讲一下第三个 就是分裂的这种防御 我们通常讲到分裂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想到就是非黑即白 然后你死我活 就是这个事情的话 要么我赢 要么你赢 就是我们必须要一个输一个赢 这个实际上呢 在我们后面讲到 我们是需要能不能够创造一种双赢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取向 那这种受惠现象当中其实也蛮多的 就是尤其是当下 就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越来越这种非黑即白 越来越分裂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 包括我们自己跟朋友之间 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尖锐 就是好像你不接受我 然后你不接受我的观点 我就觉得我跟你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致的 那我们两个人多年的好朋友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互相拉黑 所以这其实也像是一个儿童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容忍对方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到 就是抱着一种好奇 他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呢 比如说我在看看那个社会现象当中 在亲密关系当中呢 你看他只要只接受好的 不接受坏的 就是我这个伴侣的话呢 我只接受他好的那个部分 他那个坏的部分呢 我无法就是正视 然后呢 当我发现他有坏的这个部分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坏人 他是一个垃圾人 然后呢 我要把他删除和拉黑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是缺乏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你无法去看到一个人 他既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哪怕是你看到他好的这一面 其实他隐藏的也有糟糕的一面 所以这个二分法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些思维的训练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 你是不是可以去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糟糕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勤奔 然后呢 行动力很强 他就是工作呢 非常的忘我 那在这个背后呢 他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优良的品质 那你看如果这个老公他天天去加班 周一一直到周天他都在外面工作 他是非常的勤奋 好像也是为了这个家庭 然后打拼 多赚点钱 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弊端了 因为他缺少了跟家人去沟通和联系 联络感情的这个机会 然后就会跟家人越来越疏远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 那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两方面 并且可以去就是把它整合起来 有一句谚语啊 叫做接纳那些你不能改变的 然后改变那些你能改变的 然后给你智慧 让你区分这两者 所以其实最后那一句话 就是区分这两者 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如果说你能够去区分到哪些事 我可以做的 那我就去专注的去做这些 我能做的 有一些我根本就 在当下我无法改变的 那我就要去尝试去接纳 这样的一个现实 那还有就是黑白分明 没有中间地带 就是我说一不二 那中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而实际上一个成熟的人 我们如果需要成长的话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永远是这个灰色地带更多一点 而我们很多的这种 遇到心理问题的人 他们往往是容易走极端 然后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掉头 不能够有缓冲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等等 所以这个黑白分明的 就是我们要去找到那个灰色的地带 然后容许自己待在那个灰色的地带 那还有就是在 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这种网络暴力 其实他也是一种分裂的这种心理机制 这个人只能是我认为他是好的 那就是全好的 比如说以前有暴露过这个叫做完美受害者 也就是这个受害者 他自己呢是不能有任何瑕疵的 当我就是一开始是力挺他的 当我发现呢 他原来也有一些造假 也有一些欺骗 也有一些就是缺点的时候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会觉得他这个连他遭受的这个伤害 都是不能够被原谅的 都不能够被同情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黑白分明啊 非黑即白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了 比如说在社会现象当中会说 女性被性骚扰 这种现象他总是会指责这个女性说 你为什么那么晚 还在外面 你为什么穿衣服还穿的那么的暴露 所以你不就是你做了这些 才导致了别人对你有这样的伤害吗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黑即白的 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 我们看一看这个分裂的这种心理机制 它怎么形成的 其实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原始的这种机制 就是心理的这种方式 它是在早期的时候 缺乏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关系和养育环境 比如说有一种留守儿童 他们可能是这种游包孩子 比如说爸爸妈妈出去打工 有时候会把他带上 有时候又送回老家 那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有时候又在爷爷奶奶那里 可能有时候又会送到叔叔婶婶那里去 所以这个孩子就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养育者 他出生之后可能大概也就一岁 然后爸爸妈妈就出去打工了 那么这个孩子 他最重要的一个养育人 就是他的妈妈就离开了他 这里就会有一个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孩子 他就会幻想出来 我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 因为实际上他内心是有非常多的愤怒的 他被妈妈给抛弃了 但是他要活下去 他必须要让自己感觉到他是好的 我的妈妈是天理向最好的 但实际上他没有看到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他不敢去面对这个现实 因为他感受到他被抛弃 会让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还有就是父母缺乏这种养育的功能 也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你生了孩子 你天生的就是秤职的父母 你就是会养育孩子的 看起来动物好像 他是天然的 就会有那个母爱的部分 但是我们人类好像缺乏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 有一些父母是极为不称职的 我记得我有一个来访者 他很小的时候 大年三十的晚上 然后父母出去打麻将 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 他当时是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恐惧 又非常的孤独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场景 他后面就是成年之后 这样的一个画面就会一直印刻在他心里面 那还有就是父母没有解决冲突的能力 经常我们会遇到一些父母 他们会当着孩子的面去争吵 然后甚至于还会有一些家暴的行为 其实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事情 就是往往就是父母有家暴的这些孩子 尤其是女性在成年之后 他的亲密关系一般都是蛮糟糕的 甚至于有一些就是边缘型的这种人格障碍 就是非常的严重 那还有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呢 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能力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非黑即白 那我们的小孩子 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也会发现 你会问妈妈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呢 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呢 就只有好和坏这两种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这种 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他会把这个人性扣画的非常的深刻 你会发现 比如说在这个教父这个电影里面 他是黑社会的老大 但是呢 他也有他温情的一面 他也有他人性的一面 也就是这个人 他其实也有好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 如果没有办法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有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的话 那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永远就是只有好 或者是只有坏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 未必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如何去改变呢 这里就给大家有三个方法吧 你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你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给出一种观点 然后呢 你要努力的去找出他的反面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说 我们在做这个家庭治疗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孩子 他呢 就是偷妈妈的钱 然后呢 这是一个 我们会觉得 它是一个偏差行为 在我们传统意义上 会觉得偷钱这件事情 那是一个很错误的行为 但是呢 我们会去看他的反面 也就是这个小孩子 他偷钱 这背后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能会非常的惊讶 怎么可能呢 还有好处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小孩子 他发展出来了一种能力 那就是 他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 去满足他的需要 然后我们会去问他 你偷钱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因为 最近有一个小朋友 请他吃了这个辣条 然后呢 他觉得他应该还给他 就还回给他 就是他不能老吃别人的东西 所以他为了维持这个友谊 他也希望呢 就是 就是给这个 他的好朋友 一些好吃的 那你看他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 他知道有来 你来我往 有这样子的一种意识 还有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 他只偷妈妈的钱 不偷爸爸的钱 这是为什么 我们也会觉得很好奇 然后 我们看到后面呢 其实是 妈妈对他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严厉 然后呢 他跟妈妈的关系 也相对要好一些 所以当他 如果被妈妈发现的时候呢 可能不会遭致 那么严厉的惩罚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面 就是去找那个资源的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会对这个孩子 有更多的理解 而不是 就是 哪 来到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就会非常的愤怒 然后把这个孩子暴揍一顿 实际上我们会看到 这个孩子身上还有他 很有力量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有 很多的来访者 他们来 都说他们的生活是一团糟 各种的关系也很糟糕 事业也是停滞的 亲子关系也很糟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许可以去帮助他 去看一看 这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 好的东西 然后帮助他去看到那些资源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有一个 就是我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写作训练营 然后他也是一个疗愈性质的 其中有一个学员呢 他是出身农村 家里面呢 是比较贫困的 那他在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发现就是他的父母给他 给他他很多的爱 而且父母一直支持他 就是读书这件事情是毫不含糊的 就是无论是去借钱还是怎么样 总是会就是支持他去读书 那我在这里呢 给了他一个回应 我觉得我说 没想到你是这样被抚养的 他说天哪 我从来没想过 我原来是被抚养的 我一直觉得我很匮乏 我很贫穷 所以这样的一个回应 其实刚才看到了他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 他拥有的资源 而透过这个部分 他马上去跟他的父母 就是打电话 然后有了更亲密的连接 他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和好奇啊 就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这个主题 就是是什么困住了你 是什么限制了你 所以当我们怀着一种好奇心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实际上是会发现有更多的可能性的 而那些往往被困住的人呢 他总是会说啊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 也会帮他去探索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他也会回应说啊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行 这个做不到 所以就是你把每一条路都堵死了 所以你根本就无路可走了 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微小的尝试的 这个尝试会让你看到这种可能性 那还有就是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思维 也就是我们称为的这个成长性的思维 或者是这个去应对这个固定性的思维 有一本书叫终生成长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本书就主要就是讲这个成长性的思维和固定性思维 这之间的一个差别 我这里呢就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案例 就是有一对夫妻呢 他们经常两个人吵架 然后吵得不可开交 一直吵到要离婚 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想 那既然要离婚的话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也去做一下婚姻咨询 最后奴役吧 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离婚 那他们两个人来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备论干预 就是跟他们两个人商定 你们两个人吵架也吵得挺好的嘛 这样的话 我们有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来约定一下 也就是 一三五的话呢 你们不吵架 然后呢 把它集中在二四六吵架 就是周二周四周六这三天 你是可以吵架的 但一三五不能吵 你要把它想清楚 然后周天的时候呢 你们自己去选择 哎 他们就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 然后鼓励他们吵架 然后还要限定时间 结果后来呢 他们发现就是 只用了好像两三天 就是到星期四的时候 他们就吵不下去了 因为二四他们是可以吵架的 到周六的时候呢 他们就已经不吵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哎 这其实是一个整体型的思维 就是我们觉得吵架 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大 然后让他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哎 反而他不吵了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 这个第三种啊 就是分裂的这种 防御机制 首先呢 我觉得总结一下 我们要保持一种灰度 然后呢 我们要学习去做一些练习 就是永远去看到 你选择的这个观点的背面 还有一些什么 然后呢 去做一个整合性的思维 所以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的 那种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区分 哪些是我可以做的 哪些是我现在做不到的 然后我就努力去做那些我可以做的 然后尝试去接纳那些我做不到的 所以有时候把那些做不到的事情 把它丢给时间 也许时间会给出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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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